我这火鸡去哪儿了 我这火鸡 我这打火鸡去哪儿了 打火鸡 在这儿呢 大家好 我是小钟 中秋节快到了 今天做一道全国人民都爱的 冯烧柚 有点小贵啊 这里的话50MB 嗯 墙的味道啊 COME ON 了解一下吧 五花肉两斤 把毛削掉 喜欢吃的可以保留 清洗干净后改刀 切块 家庭做法可以切小一点 这样能减少烹饪的时间 准备西兰发半斤 料头三料表姜葱蒜 八角两个 香叶两片 桂皮一小块 十碗 下 中式骨排焖酱 10克 没有的可以不放 或者用一点海鲜酱代替 味道会好很多 下一步开始鸡做 锅下油 下点水 下白糖 熬至找红色 加水 装出备孕 这个就是糖色 锅洗净 下油滑锅 下五花肉 花三到五分钟 扁出油 下料头继续爆香 下香料 焖酱 下广东米酒 蝉香 加鸡来水 刚才添好的糖色 下毛油 生抽 盐 老抽香色 红麴米水 主要是像颜色用的 没有的可以不放 倒到锅压锅里面 加盖 压十二分钟 如果你比较有空 可以选择包四十五分钟左右 取锅烧水 下盐 糖 下点油 水开一下西兰花 花一分钟烫熟 捞出备孕 把压好的肉回锅 挑起香料 开大火收鸡 最后下胡椒粉 鸡麻油 露匀即可出锅 中秋节 共团圆红烧肉肉把米甜 大巴鬼祝福你开开心心一辈子 可以 耍上性感的出发 大巴鬼祝福 红烧肉 做好了 我试一下熟了没有啊 西兰花解油腻 很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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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赶快和家里人们 一起分享吧 你学费了吗 点观众不迷路 小熊带你上高手 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